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掏心掏肺 什么是最现实的人际关系 如果你每天给他一块钱 只要一天不给 他就会恨你 如果每天给他一个巴掌 只要一天不打 他就会贵谢 人性如此 生活如此 感情亦如此 别说这是残酷 这就是现实 而与异性相处的时候 更加需要注意分寸 今天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亦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人人都说人到中年 谁都逃不开中年危机 对生活的影响 何为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说的不仅是身材的走样 还有着家庭的危机 和精神的孤独 所以有很多的调查显示 中年是一个最容易出轨 和背叛婚姻的年纪 在社会中 沉浮了这么多年 每个中年人都难免的 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异性朋友 这无可厚非 但韩寒说过一句话 女人用友情来拒绝爱情 男人用友情来换取爱情 在和异性的交往聊天之中 一定要把握住相应的分寸 别越过底线 更别暧昧不清 否则伤己更伤人 不要总吐露自己婚姻的不幸 俗话说家丑不外扬 婚姻中的每一件事 对或错是与非 都是属于夫妻两个人的私事 是隐私 也许你觉得只是在吐槽 觉得朋友也不是外人 但说得多了 对方就会不自主地多想 会揣测你和他诉苦的原因 而你在被异性朋友的安慰中 得到了理解和温暖 就会因此而对对方 产生了不该有的依赖 一个觉得你需要自己 另一个觉得遇到了懂的人 长久以往 这份友谊就不再纯粹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女主人公叫金娜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的第一段婚姻 毁在了微信上 她和前夫是老乡 两人在同一家公司打工 陌生的成熟 两个年轻人互生情愫 很快就结婚了 但结婚后 金娜发现 婚姻并不如自己想象的美满 加上结婚时间久了之后 所有的激情都化为了平淡 这让金娜很难适应 所以她开始和自己关系 很好的一个男性朋友诉苦 她比金娜大一些 每次金娜的抱怨 她都愿意耐心地听完 并且能适时地 给出安慰建议 多次的诉苦之后 金娜认为 这个朋友是个比自己老公 更了解自己的存在 所以就和这个朋友 暗示了自己的想法 让金娜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朋友听完后 只是很尴尬地说了一句 我只是把你当成亲人 而这时 金娜的丈夫 也发现了金娜的异常 提出了离婚 有句话说 从相互诉苦的那一天起 异性朋友间的爱 就开始躁动了 很多时候的误会 不是说得太少 而是说得太多 当你将异性朋友 当成了自己不幸婚姻中的 垃圾桶时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将他和自己的伴侣 进行对比 时间长了 这个对比 也就会越来越偏向 这位异性朋友 所以你的话题 就会越来越暧昧 你们之间的距离 也就越来越近 出轨只是 谁先说明的事情了 异性之间 本就容易产生感情 如果自己还不加以谨慎 那这段关系 迟早会变质 不要总在深夜联系 异性相处 最重要的就是距离 人在深夜 都是感性的动物 会不由自主地 做出很多感情上的冲动 会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 这也就为什么 有研究表明 陪异性聊天到深夜的行为 一般只发生在 热恋的情侣之间 或者是追求者 与被追求者之间 男女之间的纯友谊 本身就是很脆弱的 如果双方 总是在深夜中互诉忠常 那么久而久之 就自然会暧昧不清 异性之间 如果在夜晚 一定有非联系不可的理由 那也要懂得适可而止 留出空间 做好恰当的梳理 之前有位朋友和我说起 为什么他和青梅竹马的男性朋友 能保持长达40年的纯友谊 老张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小的时候一起上学 会想到对方家里蹭饭 两人都单身时 会一起跨年 在失恋时会彼此安慰 但在两人和各自的伴侣结婚后 他们的相处方式 发生了质的变化 两人从来都没有再单独见过面 每次的见面 都是两个家庭的聚会 也从来都没有在不恰当的时候 联络感情 前一阵子 这位朋友生病了很久 他也一直不知道 后来听别人说了之后 就给朋友发微信询问 虽然他们聊了很多 但一到九点 两人就默契地结束了聊天 有句话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同性朋友的相交 异性朋友之间也是如此 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不会因为你的避嫌而离你远去 更不会因为你们之间的不联系而生分 所以说 异性之间的交往 一些界限是必须要注意的 它不是多此一举 而是尊重 更是底线 不要说暧昧的玩笑话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异性朋友之间 有些玩笑不能乱开 你的一句无心之言 很有可能会让对方动了情 大多数时间 友情和爱情就像两条 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但如果有一方打破了这样的平衡 那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人这一生 贵在之进退 懂分寸 异性之间更是如此 不是所有人都能玩得起暧昧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得起诱惑 所以开玩笑前 请三思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博主在一次的活动中 认识了一位异性朋友 因为工作的关系 两人需要经常相处 久而久之 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一开始 两人的聊天 也只止步于工作的内容 但慢慢地这位男性朋友 经常说一些暧昧的话 一旦博主表示抗拒 他就说 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一来一往 博主就忍不住地 开始思考很多不可能的可能 甚至看自己的老公 哪里都不顺眼 这样的想法 一直折磨着博主 一次偶然的机会 博主问朋友 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对方大吃一惊 很尴尬地回复说 只是很好的朋友 博主觉得自己自作多情后 很难堪 就拉黑了对方 再无往来 很多朋友在相处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地 说一些玩笑 来缓解 无话可聊的尴尬 但我们都应该意识到 异性朋友 本身就是有些 特殊与微妙的存在 如果两人之间 还不能把握好分寸 乱开玩笑 那无异于将这段友谊 逼上了绝路 朋友之间 最重要的 不是彼此有多了解 而是有多尊重 当你那一句 不负责任的玩笑话 脱口而出时 你就已经将朋友 置于了难以回头的 境地之中 所以如果从一开始 只想做朋友 那交流 就不要掺杂任何的暧昧 这样的关系 才足够纯粹 已婚男女 最可贵的品质 就是洁身自好 暧昧这种行为 不仅是对身边的人 不负责 更是对自己的伤害 这样的行为 只能证明 一个人的层次太低 人到中年 请记住一句话 给不了的未来 就不要不清不楚 愿我们都能 保持好交往的体面 把握好 浓淡远近之间的分寸 不走得太近 不处得太亲密 不说暧昧之话 不做越界之事 这样对谁都好 与朋友们共勉